明成祖朱棣 永乐盛世开辟者 前几节课我们聊到了朱元璋 这节课呢我们来聊一聊他的儿子 明代第三任皇帝朱棣 这你也许就纳闷了 朱元璋的儿子是第三任皇帝 那第二任又是谁 这里边到底暗藏着什么样的故事 先别着急 我们从故事的最前端开始说起 朱棣呢是朱元璋的第四个儿子 被誉为美男子的他 本可以靠脸吃饭 在宫廷里养尊处优 但是朱元璋为了让自己的孩子们 得志提美劳全面发展 把他们赶到大江南北的农村 下乡体验生活 17岁的朱棣呢 被下放到了自己亲爸 从小给地主放牛的老家 凤阳 没多久 哥哥弟弟们开始抱怨了 我堂堂皇室子孙 这小坡地方 要什么没什么 怎么能待得下去 唯有朱棣 在农村的小嘎拉里 一待就是三年 乐天派的朱棣反而觉得 父皇这么做太妙了 这不是给了我一次 社会实践的宝贵机会吗 于是我们这位思想觉悟高的王爷 在别人抱怨的功夫 完成了民意调研 并且按下决心 我是要成为王的男人 我要带领全国人民 笨小康 机遇总是留给有准备的人 这么有想法的人 老天爷也被感动了 小指头一勾 太子死了 储位空了 朱棣的机会来了 然而王者的霸业 总是一搏三折 按理来说 朱棣功劳最大 能力强 还能吃苦 当选太子的机会最大 不料被一帮腐朽的大臣 给耽误了大好前程 大臣们坚持认为 皇位继承人 应该是嫡长孙朱允文 皇帝有儿子 却传位给孙子 这也是千古奇闻了 更奇葩的是 这个孙子登上皇位的第一件事 就是继续听大臣们叨叨 把刀割在了自己叔叔们的脖子上 朱棣心想 我可是要成为王的男人 怎么能就这么牺牲了呢 硬生生被侄子逼到墙角跟的朱棣 拿起武器 发动了静难之意 成功篡位晋升王者 开启了新的征服 有雄心大志的朱棣登上皇位后 干什么事都喜欢干脆利索 你大元的残兵败将 不是总到处散播我大明国的坏话吗 好 那我就打造一支气派无敌的航海队 到你们的国家去 直接把截使都招到紫禁城来 安排军队举行阅兵式 让大伙见识见识 我大明的威风 如朱棣所愿 正和总共七下西洋 随缘多达两万七八千人 浩浩商商一路 给朱棣长足了面子 当时向大明进贡称臣的国家 达到了三十多个 并且和大明的交往 一直延续到了明末 这也对稳固政权 起了不可磨灭的作用 就在全天下都质疑 朱棣皇位来得不正的时候 他以身作则告诉世界 我是天选之子 选我是正确的 他小宇宙爆发 变身工作狂人 据记载 他在位的二十二年 有八千零六十二天 没有休息过 他几乎是用自己全部的热情 回报了上天授予的命运 四征安南 五征蒙古 六下西洋 迁都北京 修永乐大典 开辟了永乐盛世 朱棣一日三餐 都是粗茶淡饭 并且多次告诫儿孙们 要珍惜粮食 他还常常体察民情 亲力亲为 和农民一起种地离田 朱棣还为农业发展 做出了大贡献 洋人送的什么珍珠 钻石 他都不稀罕 独爱当时稀奇古怪的植物 我们现在经常吃的 土豆 辣椒 苹果 橙子 还有红薯 都是明朝永乐年间引进的 治国四颗星 文化三颗星 武艺四颗星 好命三颗星 综合评分四颗星